遊戲的市場 因為時代的演變 大家都想要越來越便利 原本每個人都希望 可以在自己的收藏櫃裡面 放一大堆的遊戲片 好像在說自己打爆了一堆遊戲一樣 就殊不知不知道有多少人 都因為時間的關係 變成買遊戲來放 才是一款遊戲 你真正要下去玩 時間才會是你最大的敵人 所以在這樣忙碌的年代裡面 未來的遊戲市場 是不是真的就不存在 遊戲光流配了嗎? 哈囉,歡迎收看本頻道的蓋新聞 我是蓋 現在報上週的遊戲新聞 好像是有點太晚了 所以我就想了一下 乾脆就整理這幾天來 發生了遊戲大小事 結果發現 竟然都圍繞著索尼這家公司 只不過今天 並不知道要跟大家來談到說 主機能不能夠買到還是怎樣的 畢竟這件事情 現在應該多少都知道 就是缺貨缺得到 幾乎每個經銷商 都是用禮包的方式 推銷給其他人 也因為這種策略前期 好像不少人買單 在公司的營業 應該也是成長了一些 但是這種行銷手段 包生包孩 包到不少人覺得很反感 所以也是很多人不愛 那麼開始之前 如果你有喜歡我的頻道 不妨幫我點個讚 訂閱下去 也不用錢 這樣才不會錯過 每週的遊戲新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這幾天滑過FB YouTube 新聞類型 還是你LINE 就突然傳給你 一些性騷擾的案件 我前幾天就看到幾個 一個在馬來西亞的女大生 坐在大樓裡面 無緣無故 就被人家要求 可不可以性愛 還有人去個竹湯館 來個按摩師 按到肩頸的時候 就頻頻說 你好頸喔 後面按到小腿 要人家叫給你聽 遊戲產業的性騷擾 這段最大的就是 動勢抱犬 不但內部搞個兄弟會 讓女員工不舒服 後續也沒有處理好 燒到現在 也還沒停下來 那麼前面幾起事件 都跟信脫不了乾淨 最近也有一個 跟信相關的消息 那就是索尼 竟然也傳出同樣的問題了 這一個人就是 George Carciobo 他在2013年9月就加入了 SIE 擔任高級副總裁 內部的工作 是負責PS商店為主要 只不過 George 他是一個低調人 他不太參加社交媒體 不太跟朋友出去 所以在網路上找這個人 有沒有結婚 幾乎是微乎其微 這位家媒體有提到 他是有一名妻子 但是也保持不太確定 那他先前的職業 其實蠻豐富的 1978年就進到了工程產業 有去過數位設備公司 後來也在intuin這家 專門製作 金融跟退稅軟體的公司裡面 擔任工程軟體的副總裁 至於為什麼會被爆性騷腦呢 是因為國外有一個組織PVP 他們是民間自發性去組成的 專門在網路上 看哪一個成人想要誘拐未成年的小孩 利用釣魚的方式 引人上鉤 這次就在男同志的交友軟體 Glider這個APP 化名自稱是一名 15歲的男生險行在內 George也化名成JF 玩了這款交友軟體 並吃了這個耳 在對話裡面 也可以得知 George還特別確認對方 是不是真的15歲 可不可以先傳照片 在一番確認之後 自己也丟了一些 性器官照片給PVP 當然那時候還以為自己是在跟15歲的小孩子聊天 隨後便支架交換聯絡方式 也開始進行邀約 並跟George講好說 叫他在外面等 好確認是不是本人 自己會做Uber過去 真正見到George之後 這個民間團體就直接說 George 你在這邊等誰 George才知道自己被釣魚了 見狀不對 就趕緊關門不理會 那PVP也把界面的過程 上傳到了網路上 很快就到達了20幾萬的觀看次數 事後索尼也說公司已經知道事情發生了 回應這位員工也已經被開除了 就結束了這次的風波 那其實索尼這件事情 算是比較低調處理 並沒有做太多的回應 而且釣魚這件事情 我其實不確定算不算正確 畢竟如果他沒有真的去做 要讓這個案件成立 好像也不是這麼容易 那這影片會不會公開 據PVP的描述說 警察不跟他們合作 所以才會把他放在網路上公開 但不管怎麼樣 要跟未成年發生關係 不管是哪個國家 都算是一個蠻重的罪 真的不要以身試法比較重要 我自己有小孩 看到這樣子也是會胖 就希望不要在國內有才好 前幾天國外媒體彭博社報導 索尼為了要對抗競爭對手 Xbox Game Pass的優惠 決定自己也推出一項 全新的計劃 代號Sparkens 預計明年的春季會推出 那Xbox Game Pass是什麼 我覺得只有PS朋友 或多或少這部分的資訊 比較少 我這邊稍微講一下 Xbox Game Pass 衍生XGP 它是Xbox推出 以月費制分類成 PC、家機、金會員 或是全包的大禮包 XGPU的方式收費 給你的服務 是一陣子會推出不同的遊戲 大的到3A 小的到獨立的都有 曾經比較熱門 則是會過一段時間下架 像是避險狂刷2就是個例子 有些新的遊戲也會在上市的那天 直接導入在XGP裡面 不過目前是只有 Xbox自己本家的有這個優惠 像是最後一戰無限 就是有XGP的會員就可以直接玩 相較PS主機 現在是只有每個月加入PS Plus 可以支援線上連線 再加上每個月想要4款的免費遊戲 這個月就提供了 審判之眼死亡的一眼 Garfeel跟類魂的致命軀殼 樂高DC的超級反派 4款我都蠻有興趣的 可以說是相當的划算 當然偶爾幾個月 還是會給一些比較鳥的遊戲就對了 那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這個PS Plus的會員機制 其實早在Xbox是先有了金會員 PS才跟進這個功能 只是PS的優惠 在那時候多增加了 每個月會提供免費遊戲 Xbox才跟著有這項服務 回歸正傳 現在看下來 XGP這項服務 只能說是越來越厲害 畢竟你只要有訂閱 就可以玩到很多免費的遊戲 在平台的訂閱 已經到了1800萬人 國外還有稱Xbox是遊戲界的Netflix 上個禮拜的黑色星期五 Xbox Series S就被統計 是銷售最高的主機 甚至Xbox在去年就花了75億美元 收購Bethesta這家公司 就是要強化XGP 而Bethesta這個團隊 其實蠻常出現的 異城餘生跟上古捲軸 就是他們家的作品 明年也要推出一款 獨佔Xbox跟PC的角色扮演遊戲 所以PS也是不甘心了 就開啟Sparkan這項計畫作應對 裡面的服務 現在沒有一個定案 據國外的媒體指出 會朝三個點 第一個是PS Plus的權益 也就是每個月的連線 跟每個月的固定免費遊戲 都會涵蓋在Sparkan的會員裡面 第二個是有免費的 PS4跟PS5有的遊戲 這一點就跟XGP很像 可能一段時間就會開始推出 歷代比較舊款的遊戲出來 第三個是PS1到PS3 還有PSP的遊戲 那會以階級性的付費 或者是一次性的付費 現在都說不太準 要等到Sparkan這項活動 真的有出來的時候 再看自己需求 去決定要哪一個類型 如果是階級性的話 我可能也只會到第二而已吧 因為我對PS1到PS3的遊戲 興趣其實不是很大 除非真的有機會把遊戲優化的話 我覺得是個不錯的走向 而且假設真的要這麼走的話 我在猜想 今年9月底10月初的時候 收購的藍點工作室 將會成為這次的全新計劃 那麼藍點工作室又是誰呢? 他們是目前業界 重製遊戲的小組 先前惡魔靈魂、汪達與巨像 重力理想世界重製版 跟秘境探險、德瑞克合集 四款遊戲出來的畫面跟品質 我自己都覺得很厲害 從汪達與巨像就有發現到 他不是那種Remaster的重製 而是品質高到Remade的等級 只要有玩過 其實就知道用心的程度 當然是不是就只是個猜測 大家聽聽就好了 如果能成真是不錯啦 畢竟有太多的好遊戲 都是我們很早很早就體驗到了 現在有一款全新的遊戲 我們都不見得會喜歡了 被太多遊戲烙印之後 形狀都變得跟他們一樣 要接受新事物就有點困難 那其實Sparkand這個計劃 會不會真正運行 我們也不得而知 但是以X80現有的成果 從XGP的會員達到幾千萬 之後再讓各位導入數位版的概念 就變成大家也買數位版的X80主機 整個計劃的成功 索尼應該也是看在內 我當然是希望未來 能夠讓大家有越來越划算的 訂閱服務啦 這就等到明年 我們就知道啦 PSV 終於要換新版了嗎? 現在索尼正在開發一款名為 OLED微型顯示器的頭段裝置 最高可以到達8K的畫面品質 還有超低的延遲 讓增值度達到更高的一個層次 然後索尼也有提到 這次的裝置 不是只能用在遊戲裡面 未來元宇宙的任何事物 也會包含在裡面 像是虛擬空間裡面的交流 大家在同一個房間裡面 開會或是聊天 要不然就是遠端去參加一些 娛樂活動 跟朋友一起打牌 還有演唱會那些的 甚至還有提到 可以用在醫療上的培訓跟生產 這點好像就有點厲害了 感覺是一個蠻大的商機 都可以使用在這個裝置裡面 達到成效 那這其實跟先前的祖克伯 講到的元宇宙概念有點像 這兩年大家也是搶著 這一塊大筆等的實裝 如果真的有幸可以加入這一塊 算是一個全新的開始 我自己最近也對這方面的 貨幣有點興趣 像是大家都知道的 比特幣、以太幣那些的 現在上次的幣 其實也不只這兩種 變得比較複雜、比較亂一點 只是要能夠見到這個市場 現在處於一個混亂的狀態 不是翻身就是翻車 就看自己功課做得夠不夠多 老高也有針對元宇宙做的這一集 提到這是一個變異點 當然就是有點風險 好啦 那今天的索尼新聞就讓我們結束囉 索尼這家公司 算是我陸家機坑一個主要的機台 以前我都把它當作是一個 蠻不錯的公司 現在還是很有信仰 只是最近就不知道怎麼的 有一些負面的新聞 計劃也快跑不上別人 原本那一個只走在前頭的索尼 難道也要跌落神坦了嗎? 我是真的不希望啦 OK 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不知道大家對這次的新聞 有什麼樣的想法 都給你留言來聊一聊唷 有喜歡的朋友 不妨幫忙點讚、訂閱小鈴鐺喔 那就感謝各位 那還記得看到最後 我是SKY,我們下部影片 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